这边是变动的原因 就是说供给会增加也会减少 需求会增加也会减少 就是这个黑色的会往左移也会往右移 蓝色的也会往左移也会往右移 啊代理原因是什么呢 股票供给增加的原因呢 就是上市公司首次发行股票 或者是他要增发新股 他要增资 这个时候呢股票的供给就会增加 因为他发行很多股票 所以市场上股票就变多了 啊什么时候供给会减少呢 就是呢 这个 买回库藏股 或者是并购 并购就是 比如说两间公司合成一间公司嘛 啊如果两间都是上市公司 可能有一间上市公司的股票就会被拼掉 然后就用交换的 比如说呢如果是比较小的公司 他可能两张换一张 或多少张换多少张 那他的股票数量就会减少 哦所以并购也会减少股票的供给啊 啊至于股票的需求 它变动的原因是什么呢 是这个 投资人 给予于买进或卖出的情绪 为什么股票的需求会增加 为什么会减少呢 是因为投资人的情绪的关系啊 大部分人买股票 没有什么理由的 他就是一股情绪 哇觉得股票涨了 好像会赚很多钱 他就跳进去 啊现在股票开始累了 好恐怖哦 他就赶快杀出 就是这样子啊 所以就是一股情绪 或者是说他真的有理由 不过呢 也要看他急的程度嘛 譬如说他突然 这个哦 发生车祸 要赔人家一笔钱 哦所以他就赶快 那个把他股票卖掉嘛 啊他急得用钱嘛 所以他就要赶快卖啊 他越急 他就越赶着卖出去 这个时候 他的这个股票的需求 就会减少 哦因为他想要赶快卖出去嘛 啊反过来 有的人很急想要买股票 因为他觉得现在时机非常的好 他一定要现在买 那这时候需求就会增加 买的人就会想要多 所以是基于买进或卖出的情绪哦 这是供给跟需求变动的原因 第二个 他们变动的 速度 哪一个比较快 变动的速度的话呢 供给是比较慢的 然后呢需求是比较快 为什么呢 你想想看 我们刚刚讲 需求是一种情绪嘛 那你情绪当然是来得快 去得也快啊 对啊 哦 所以你可能这一刻你很想买 下一刻你突然想要卖了哦 这一刻所有投资人都要 买某一支个股 可是突然下一刻 财经新闻又爆出说 传出弊案 然后又开始跌了 有没有可能 很多个股都是这样子 每天暴涨暴跌啦 就看当时的情绪 当时的新闻怎么讲嘛 所以这个变动速度是非常快的 供给变动速度很慢 一家公司要发行股票 有那么简单吗 要并购有那么简单吗 没有那么简单的啊 那都要好几年的时间耶 对啊 而且他也不会随便就想要 发行股票 他一定会公司会经过 层层的评估嘛 然后要申请嘛 然后有一些流程嘛 然后等等的 所以那个流程是非常漫长的啊 所以供给的变动是比较慢的 再来 供给跟需求变动的幅度 供给的幅度呢 理论上是没有上下线的 比如说你来看下面这个图 如果股价高到一定的程度 那这个供给是无限的啊 他这边是为无限延长的哦 对啊 他这边是一个渐进线啊 所以理论上哦 如果真的股价高到一种时 大家一直很想要买 这个说他发行股票 他集资的效果是非常有用的啊 非常有效的 然后他的集资成本非常的低 低到几乎等于零 所以白痴才不发行股票 大家都来发行股票啊 发行股票就省你赚钱 所以理论上他是没有上线的 反过来呢 需求有没有上下线呢 有的 他是有一定的上下线 为什么呢 跟需求的本质有关 股票的需求的本质是什么 情绪 你一个人哦 你很高兴 非常高兴 高兴到几点 有没有再一个人测高兴上去 不可能啊 一个人的情绪 顶多就是到那个地方 就不会再往上走了 这个恐慌也一样啊 忧虑焦虑也一样啊 你再怎么害怕 也是害怕到一个程度 你没有办法再更害怕 你只是一直维持在那个阶段而已嘛 所以他的变动幅度是有一定的 这个范围的 最后一个 他的这个呢 影响的时间 供给的影响时间是比较长的 然后呢 需求的影响时间呢 是比较短 就像我刚刚讲的 情绪来得快 去得也快嘛 对啊 然后有什么新闻播报出来 大家也是都一时兴起啊 过一下子 那个热潮就退了 譬如说你看 古王的这个 例子就最明显了嘛 原来一只古王 他可以长期一直往上走的 或永远停留在那边的 没有啊 对啊 古王就是需求 把他推上去的啊 有什么新闻啊 然后 什么并购题材啊 然后什么什么 未来的一个新的趋势 产业什么的 就把他推上去了嘛 可是那都一时的情绪啊 没多久他就会降下来了 可是反过来 如果这间公司哦 或是很多公司 在同一个时间点 不断的哦 发行新的股票 这时候供给会越来越多 供给大过于需求的时候呢 那这个压力是非常恐怖的 比如说最明显的就是2000年 网继网路泡沫化的时候 一大堆网路公司不断的发行股票 不断的上市 那一开始大家都很热啊 需求非常高嘛 大家都觉得网继网路是这个新的科技啊 会改变世界啊 所以需求非常大 所以一开始股票是涨的 可是涨到一个地步的时候 因为需求速度比较慢嘛 他后来才跟上来 发行很多股票 这时候投资人 没有那么多钱可以买啊 对啊 所以一定会有很多股票啊 供给就大于需求 然后股市就开始下降 可是一旦跌呢 那就会跌很久 对啊 影响的层面是比较长的 这是股票的供给 跟需求他们的特性不一样的地方